在跑步的體能訓練裡面,其實最重要就是要監控訓練強度 為了要監測,我們把訓練強度分成六級 六級中間再分成五個訓練心率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一一說明這六種訓練強度跟五訓練心率的定義 還有他的訓練目的是什麼 我們先來談談一強度 他的主要訓練目的在於提升肌肉端的有氧能力 也就是讓肌肉裡面的微血管密度增加 有氧效素濃度也增加 讓心率維持在65%到79%之間 然後跑譬如說一個小時或兩個小時 選手在跑的過程中,身體上的反應是乳酸會產生 但一產生就很快被排除 很像在一個肉斗裡面一樣,你乳酸一倒進去很快就排除去 第二級強度我們簡稱為M強度 也就是Marathon Pace 主要是跑馬拉松時候的配速 那一級心率區間是介於79%到89%最大心率 在跑的過程中,主要的訓練目的跟一是一樣的 一樣在強化肌肉端的有氧代謝能力 但速度提高會讓跑者的自信心也提高 因為你已經習慣那種配速 你在跑馬拉松的時候你也能夠維持 那因為在跑馬拉松的過程中 一定需要補水跟補食物 所以在訓練的時候也希望跑者 在以M配速前進的狀況下 也能夠取水跟取食物 同時把它補充進身體裡面去 第三級訓練強度我們簡稱為T強度 它主要訓練目的在於提升選手的耐乳酸能力 跟排乳酸能力 那選手在過程中它的生理是怎麼樣的情況呢? 它的乳酸會達到一個動平衡狀態 有點像漏斗,滿了但沒有滿出來 你一直倒乳酸進去它還馬上排出來 那這種配速訓練久了 漏斗底端的排水孔也會慢慢增加 也就是排除乳酸的能力也會提升 所以孔會慢慢增大 第四級訓練強度我們簡稱為A強度 它沒有特定的訓練目的 它主要是我們把心率提高到 百分之百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期 我們想要記錄這個過渡期的時間有多長 第五級訓練強度我們簡稱為I強度 它的訓練目的主要在提高選手的最大飾養量 但它的訓練心率必須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七以上 所以跑者在這個心率區間它會維持的相當痛苦 因為乳酸已經爆量了 但必須要這樣子才能夠有效刺激它的最大飾養量 但如果你前面跑太快的話 你可能後面兩三趟 你就無法達到同樣的心率或同樣的PACE 那就沒練到 那如果你跑太慢的話 雖然還是很痛苦 而你也沒有達到我們要的訓練心率區間 你也會沒練到最大飾養量 所以你的速度最好在維持固定每一趟都一樣 達到九十七以上最大的心率 還有我們要的I PACE 你才能夠累積到你要的強度 也才能夠刺激最大飾養量 第六集訓練強度我們簡稱為R強度 它主要訓練目的在刺激神經肌肉反射 只要腳動得快、不平快、腳跟拉高一點 動作幅度大一點就可以刺激到 哈哈哈哈